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张艺山李沁恋情曝光 媒体拍到两人牵手逛街 不知真假 近日 伊泽娱乐新闻引起了广大影迷的瞩目 中国影视圈的两位颇受欢迎的演员 张艺山和李沁 被媒体拍到一同逛街的画面 根据照片显示 两人身穿卡其色外套 酷似情侣装 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据悉 张艺山和李沁曾合作过电视剧 两人在剧中的情感戏份颇为突出 随着剧情的发展 两人的感情也被观众所关注 一些粉丝甚至认为两人在戏外有着暗恋 现在 这个猜想似乎被证实了 据知情人爆料 张艺山和李沁的恋情已经曝光 有消息称 两人在香港相约约会 想要避开国内繁琐的媒体追踪 结果还是被拍到了同行逛街的画面 对于这个消息 张艺山和李沁的工作室目前还未发表评论 不过有一些网友对此表示支持 认为两人是真正的CP 然而也有一些网友表示不满 认为这只是媒体炒作行为 希望两人能够把精力多放在工作上 无论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明星的感情生活一直都是娱乐圈最敏感的话题之一 虽然张艺山和李沁都是优秀的演员 但随着他们的名气越来越大 难免会受到很多媒体和粉丝关注 无论是感情生活还是职业发展 两人都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面对未来的挑战 总之 张艺山和李沁相约逛街被拍 引发了热议 无论是粉丝还是媒体 对于这个消息的态度各不相同 不过 无论支持还是反对 都不应该对明星的隐私进行侵犯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感情和生活 同时也祝愿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能够越来越好 二 我心目中的女神李沁32岁了 还童真满满 为什么这么漂亮还单身 我是在节目中认识并喜欢上李沁的璀璨人生 超级漂亮 她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美 原来的美看着舒服 看到她 我的心很高兴 一个眼睛明亮的女孩 李沁演过电视剧璀璨人生花开半夏 红楼梦白路远锦绣男哥 我是特种冰楚乔传 从2013年到2023年 真的10年没变过 小时候可以演成熟的都市女人 小时候也可以演可爱逗趣的小美女 李沁的很多戏都不错 也有气质好演技小的大美女 但是却少了观众员 也少了姓氏 李沁颜值一直在线 演技也不错 我感觉她的容貌没有变 她的时间到了 在场的其他知名女星 不靠谣言 不靠炒作 脚踏实地 经过十年的努力 你的光芒 迟早要被李沁掌握 现在各大综艺节目 让李沁未来可期 从甘甜的铜去到梅兰菊竹的味道 她们活成你想要的样子 虽然感情方面一直是个谜 但相信李沁在她心中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 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她下定决心时 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希望她越来越好 未来可期 希望李沁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